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女子呢 与狗狗同吃同睡同住啊 最终是酿下大祸 有一个女子呢 与狗狗呢 同吃同睡八个月之后呢 开始腹痛男人啊 等到去医院检查以后呢 结果可以说真的是 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就是随着现在我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 现在的狗呢 也不用看门了 猫也不用抓耗子的啊 这猫和狗的一个地位呢 一下子得到了一个质的一个提高啊 甚至有很多人呢 管狗叫这个儿子跟女儿啊 生活中呢 也有很多例子 因为说在小区里面 或者是公共场所里面 遛狗导致的一个不愉快 严重的呢 还会大打出手啊 其实呢 爱护小动物呢 这本身是一件好事啊 而且呢 像那种狗了什么呢 也是人类最忠诚的一个朋友嘛 但是呢 凡事呢 都要求呢 有一个度啊 这不呢 就有这么一件事啊 就是一个女子呢 因为养了一个宠物狗啊 是太敌还是什么 咱们也不知道 导致呢 自己腹痛男人 最后呢 无奈之下 也是去了一个医院啊 那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她会出现 这个腹痛男人呢 而且呢 还要去医院看呢 然后呢 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先给这个视频呢 点个赞 点个关注 然后支持一下啊 据说呢 这位女子呢 与丈夫是离异之后呢 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嘛 独居的时间太长了 就感觉呢 自己住一个500平的 一个大房子里面 然后空空荡荡的 就时不时的呢 叫自己的闺蜜呢 来陪自己啊 然后晚上呢 再让闺蜜呢 再自己家睡 但是呢 闺蜜也是结婚了 也是有家庭 也是有儿子的 也不能老来陪着她呀 对不对 后来呢 就在闺蜜的一个引导之下 就让她买了一个宠物狗啊 还别说啊 自从买了这个宠物狗之后呢 这个女子的心情啊 就是这个离异 女子的心情也是大好 无聊的时候呢 狗就会陪着她看看电视 时不时的呢 也会逗她开心什么的 她也是真的是 把这狗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啊 就当做自己的儿子在养 自己吃什么呢 就给狗狗吃什么啊 就连睡觉呢 狗狗也是睡在自己的一个床上啊 但是呢 大概过了八个月之后呢 这个女子呢 正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呢 就感觉肚子呢 一阵的疼啊 特别的疼 刚开始呢 还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 然后把这个肚子给吃坏了 后来是实在疼的 受不了了 就在同事的一个陪同下 就来到了医院 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检查 检查之后呢 可怕自己给吓坏了 医生说呢 这个女子的体内呢 有大量的这个寄生虫啊 经过盘问呢 那女子就说 自己养了一个宠物狗嘛 医生说呢 这寄生虫呢 就是这个狗狗身上的 女子也不理解 就问医生说呢 自己每个礼拜呢 都会给狗狗洗澡 怎么还会有这种寄生虫呢 原来呢 狗狗身上的寄生虫呢 光靠洗澡 是不能完全更清除的啊 你像夏天的时候 特别热的时候 是细菌呢 大量繁殖的一个时候 要给狗狗呢 定期间 是那种杀菌的一个药物 所以说呢 养宠物的朋友啊 特别是女性朋友 我们就算是 再怎么喜欢这个宠物 再怎么喜欢狗啊 也一定要保持 一定的一个距离 夏天呢 像养宠物的朋友啊 可以把狗狗呢 把他给毛给剃了 给他剃剃毛 第一呢 也是为了他凉快着想嘛 第二呢 也是为了防止 就是这种细菌传染给传播嘛 行了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最后呢 还请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